想抓住一个人的心,先抓住一个人的胃 大家好,这里是一家大厨房 今天给大家分享看似复杂,却非常简单好吃的避风糖炒虾 视频三分钟就可以出锅 如果怕学不会记不住的,请先点上旁边的小红心 首先我们来准备几头大蒜 大约250克 这样把它剥掉外皮 洗干净,然后放入绞肉机中打成蒜末 打好的蒜末,加入清水给它冲洗两遍 然后沥干水分备用 再准备500克的大虾,把它放到水盆中 去除内脏以及虾间,虾馅 然后我们给它洗干净 再把它放到案板上,用刀把腹部给它切开 切开,这样炒制出来非常的容易入味 处理好的大虾 我们先放置一旁备用 起锅,放入食用油 把油烧至三层热 然后我们把这个蒜末一勺一勺的把它放入油锅中 一定要三层热油,不要太热了,太容易爆油 把蒜末放入锅中以后,把它充分的搅散 然后把它炸至所有的蒜末漂浮在油面上 炸好,我们就先用漏勺把它控油捞起来 炸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它装入大碗中备用 再准备100克左右的面包糠 把它放入油锅中,给它炸至焦黄,炸至酥脆 然后再用漏勺把它控油捞起来 捞出来的这个面包糠,把它放和蒜末一起装入大碗中 加入鸡粉,椒盐粉,胡椒粉 还有少许的食盐,把它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大虾中放入一勺的味极酸 还有黑胡椒粉调味增香 我们放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这样把它抓拌均匀,炎至两分钟 锅中的油温烧至六层热 然后放入大虾 这样把它炸至金黄 稍微把它炸至表皮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不用炸太久 大概三分钟左右就可以控油捞出 大虾炸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放置一旁备用 重新起锅 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把姜末、蒜末、干辣椒段给它放入锅中 用小火炒香 炒出香味后 加入10粒的豆豉增加风味 倒入炸好的大虾 放少许的盐 用小火翻拌均匀 然后我们再放入面包糠和蒜末 这样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即可出锅 香酥好吃的避风潭炒虾 99%的广东人都吃过 如果你也喜欢 记得点赞收藏 有时间自己动手试试吧 自己动手做成 就非常的有成就感哦 香辣好吃 非常入味的 避风潭炒虾做好了 吃起来外皮酥脆香香的 而里面的肉质却特别的鲜嫩好吃哦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点击我的头像 还有更多的美食视频等你发现 这里是一家大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